哈喽,大家好,我是巴哥 刚刚从沙巴回来了 刚刚回到河口 在沙巴,然后昨天早上去的 待到今天中午 然后从沙巴回来了 在沙巴待不住 一个人在沙巴根本待不住 太无聊了 沙巴那会儿的话,天气虽然是很舒服 不冷不热 河口老街这会儿太热了 但是最主要是我去沙巴的时候 是一个人去的 一个人在沙巴的话 太无聊了,真的太无聊了 待不住,也没有个说话的人 在沙巴那边的话 我也没有遇到认识的这个朋友 所以我在沙巴那边 转了一下午 今天又转了一早上 在那边是在 太无聊了 没有朋友 待不住嘛,所以我就 坐车又到了老街 在老街逛了一下 太热了 真的受不了,我又过来了 过来河口了 准备回出租屋,然后休息一觉 沙巴的话 最主要它是一个旅游区 它是一个旅游生计 那边的话都是游客 游客很多 全世界到处的 旅游的人非常多 而且沙巴那边的话 物价的话也比较高 住宿的话还行 最便宜的20万 吃饭的话就是 有点贵 但是不算太贵 反正 总体的物价的话 是有点贵 有便宜的,但是你要找 找便宜的话就是很累 嗯 像沙巴那会儿 它整起的物价还是很贵的 嗯,因为它那边都是卖游客的 所以大部分餐性 物价的话 都是河口这边的 好几倍 因为在沙巴的话 那大的餐性 它一般的话都是 都是两种价格 一种是游客的价格 一种是当地人的 那个那种价格 就游客外国人去的吃的话 还是相当贵的 所以在沙巴的话 我都不敢去那种大的餐厅去吃饭 我一般都去那种小餐厅 都找那种比较便宜的那种餐厅 去那里吃饭 但是 还是比河口这边要贵啊 嗯 沙巴那块的话 嗯 总体来说在越南的话 虽然物价比较高的地方 可能比 越南河内的物价可能还要高 嗯 所以我在沙巴待了一天 我就回来了 回来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一个人在那边没有朋友 太无聊了 嗯 没有人说话 嗯 待不住 第二个原因就是 沙巴那块是 旅游景区 物价有点高 第三个就是 嗯 在沙巴那里 全部都是游客 嗯 在那边找对象的话 我感觉 好像也不是很容易啊 因为他都是游客 他都是五二几天 他就走了 所以你在那边认识的 这些人哦 他一般待个几天 他就 离开沙巴了 就 回去了 所以我感觉 希望不是很大 但是当然找的话 应该还是能找到的 嗯 因为当地人也不少 最主要是我一个人 在那边待不住 所以我就回来了 啊 现在回来在 河口这边 待几天 待几天的话 嗯 然后我看情况 有可能回家 也有可能在这边继续待 哎 我现在很迷茫 真的很迷茫 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这个 嗯 心里也比较浮躁 感觉到哪里都待不住 去沙巴去了一千 然后我就 待不住就回来了 其实我觉得沙巴那边 要是长期待的话 说不定应该还是能找到对象的 最主要是我在那边 待不习惯啊 因为在那边那个 嗯 吃饭 那种环境 反正就是总体来说 就是有点待不习惯 所以我就回来了 不来的话 还是待在河口这边的话 比较舒服 待在河口这边 比较 就是比较习惯 因为在河口这边也租着房子 嗯 在河口这边也待了几个月了 嗯 不知道为什么 去了沙巴 待着一千 然后就一直想回来 哎呀 这种心情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 哎 反正就是 一点都待不住 哎呀 在沙巴待的一天 昨天晚上也没睡好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在那个冰棍里面 昨晚一晚上没睡着 所以我就回来了嘛 因为一晚上都没睡着 这个身体特别累啊 人特别不舒服啊 嗯 我就想回来 也不知道是不是昨天在沙巴那边走累的 还是怎么回事啊 嗯 还是因为换了一个心滑镜 反正昨天晚上我 嗯 一晚上都没睡着 一直到天亮 嗯 没睡着 回来八九钟到十点钟 硬碎的两个小时 还是没睡着 结果十点钟起来以后 就感觉整个人昏昏沉沉的 感觉整个人就一点精神都没有的 嗯 走路也有点腿发短 后来我就不想带了嘛 我就从沙巴就坐着一个车 就回来了 回来以后 本来我在老街那边 待了一会儿 待一会儿 我想晚上回来呢 但是在老街那边 我转了一转 白天也没什么人 天气又热 又没有地方吹空响 我在老街那边喝了一杯咖啡 嗯 然后我就过来了 刚刚有一个朋友他给我打电话 嗯 他说让我去 北河那边去玩的 他们几个人在北河那里过了 但是我一看时间 有点太晚了 可能来不及的 我就没去北河 本来想去北河去看看的 嗯 今天的话这个 有点来不及的 我就先回来了 先回来在河口 今天先待一天 说实话现在 不跟小凤谈 说实话 真的还是一时半会儿 找不到 一时半会儿 哎呀想找我女朋友 还没那么容易 有点事物 遇到的 也挺多 但是 没有合适的 在毛毛人海中 你想找一个合适的 这个对象 还是很难的 有点事物这个 缘分也是挺重要的 有点事物 咋说呢 这个早对象 虽然说是这么多人 到处都是人 但是能碰到一个 就是 能谈对象的 还是很难的 因为你碰到很多人 嗯 他对你没感觉 他对你不来电 你就是再给他搭讪的 你再给他说话的 你再给他买东西的 也不起作用 有的时候还是很难的 哎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感谢 别人找个对象很容易 我找个对象怎么这么难呢 我感觉我找个对象 比登千都难 可能跟我这个人的性格有关系吧 因为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是 咋说呢 就是一个闷葫芦 有的时候 嗯 性格不是很开朗 因为我这个人就是 有的时候直播的时候 嗯还能说 但是现实中 我是一个比较沉默寡言的人 是一个就是 不怎么善谈的一个人 有的时候熟了以后 我可能还比较健谈一点 如果不熟的话 我就没有话说 如果不熟的话我就基本上 嗯 就感觉就是没没什么语言交流 就是说不出话来 特别有的时候 特别有的时候跟女孩子在一起啊 熟的的话 多多少少还能说几句 不熟的话一点都说不出来 嗯 就是这样的 嗯 其实最主要还是跟我这个 自身的性格 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关系啊 这个有的时候 也不自信 因为这个长得不好看 长得不帅 很多时候就是比较自卑一点 没有自信 嗯 人这个自信的话还是挺重要的 嗯 一旦没自信的话 嗯 在这个 嗯 团队下的过程中 容易打退党股 本来 看到一个自己挺喜欢的 想上去问话呢 想上去加这个联系方式呢 但是一想到 这个长得不帅 一打退党股马上就不想去的 就不想加了 不想加联系方式的话就 没有机会 所以 有的时候这个自信还是挺重要的 嗯 我的这个 性格 嗯 还有这个情商 包括这个说话啊 各方面可能都是 嗯 导致的我这个找对象比较难一个 一个原因 嗯 先回房间休息吧 因为天气太热了 在外面再 逛的也不行 再逛的也没作用 嗯 先回房间先休息 嗯 接下来还是得 嗯 努力的去找 也不能放弃啊 只能是慢慢的去等待 慢慢的去等待这个缘分 嗯 着急也没用啊 急也急不来 嗯 没办法 真的没办法 其实很多人也都比较着急 昨天晚上在沙巴没有休息好 在沙巴没睡着觉 结果早上起来这个嘴巴烂了 这个嘴巴 嗯 烂了 痛得很 也不知道为什么 哎呀 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啊 哦 我就先回房间 嗯 先休息啊 明天的话再给大家再继续聊 好 接下来的话 还是比较迷茫的 嗯 又想回家 又想在这里待 想回家的原因就是 嗯 现在天气也这么热 待在这里 一十秒会也找不到对象 这个就是 也出来好几个月了 也想 也想回去 在家陪陪父母 在家待上几个月 就是这样的想法 好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